我到另外一個地方去蓋新的社會主席 那這個地方有它的特色 那我希望能夠在保存的同時 對戰利用要做思考 以上 我想剛才兩位委員提了 他還是在我們上次結論的方向 就是說 我覺得原則還不變 尤其欣欣老師最後提的 就是我們基本原則定定 所以說我們剛剛講的就是說 我們保存的精神 意涵 文化局它在未來的利用裡面 你怎麼樣去肩顧這兩者 尤其剛才又提到就是說 如果你什麼都不能用 那就沒有再利用的空間 那就完全不保存 而這 其實欣老師講這些原則 我覺得這個東西 就是我們文化局即將進行 也不如從幕僚角度 跟主管的角度 確立這樣的一個原則跟方向 那如果你還是需要 在提案這邊做確認 我覺得都還有必要 要不然你就是完全 頂持這樣的精神 自己負責就直接走了 那將來如果外界有任何的一個意見 你都可以很具體的說 我被授權是做什麼 我的原意 我的原則 那那個原則 當然自己就負責 對不對 不怕人家去做批判 因為我們有我們的理想的方向 目標 可是又不背離文字的精神 好不好 我想就是說如果你們同意的話 就秉持剛才委員這樣的一個發言 那納入未來就是說被授權的區域內容 那就直接去發揮 好不好 主席報告 大概其實今天要確認就是我們剛剛那個 警見主持報告的那個最後三頁 那最後三頁其實都有把委員的意見 還有剛剛主席上次財事的納入 就是包括無形的部分 其實有幾個保存方案 那將來其實在錄音室裡面 就會呈現這些影音的展示系統 那在大體裡面會有幾個角度 也會符合在做細部規劃的時候 也會符合相關的 剛剛紅島講的一些需求設計的部分 那在新的再利用上面 其實我們考慮的就是給它發展空間 但是也把這個整體空間裡面 最重要的部分都留下 那也會在後人進來的時候 在整個營區的規劃下面 有電子的也有圖檔 那甚至再去跟軍防調相關的紀錄影片 好 如果大家同意的話 我們是不是建議就是說 今天這個案子把兩位委員的發言 重點條列以後 加上這個報告 並同上次會議的這個結論去執行 這樣的話就會非常完整 好不好 所以我們請請下一項 請示大會 因為現在我們是確認留下A攝影工加錄音室 那為了強化的身份 那我們是不是給他們這兩間 B攝影工已經猜除了 已經猜除了 最舊的那個 A攝影工 C的話 因為C跟A 我們這個提案的那個建議是保留A跟錄音室 那會建議這 C沒有 C沒有 C反而可以保存 第12頁 那個 有一個部分也給老師看一下 就整體去調查 其實老師我再說明一下 其實我們調查完以後 其實發現的證據跟當初的相較差異 其實比較重要的片子的時代其實都是在A攝影棚拍的 那也去了解到其實A攝影棚的狀況 雖然比較老 他年代比較老 那他的保存狀況是比較好的 比C好很多 那他在利用的角度上看來也更有可能 對 然後再搭配旁邊的錄音室其實是非常的 他整個格局這一塊是非常清楚的 那也可以把A的部分其實將來也可以再做一些想像 我是覺得這個C 這個C攝影棚好像它是一個蠻殘養 將來也在利用也沒辦法做再利用 那個C攝影棚的部分可以做再利用 就是說他再利用也有做過設計的魔力 可是那個是下一階段的 我們今天比較想強調的是在整個歷史價值系統裡面 就是時間系統裡面跟空間系統裡面去討論這個問題 我想補一下一個資料 其實這個片場我進去的時候是在颱風過後那一天 那你會進去發現到一件事情 這個裡面地板完全是乾的 也就是說它的建築的結構上 我覺得並不是像想像中的那麼大的一個問題 那我剛才一直在講的一件事情就是說 真的在裡面剛才前副局長講說裡面沒有所謂的影片在 可是我也是老是覺得 當我們又要把這個資料給PO上網給大家看 然後我覺得這真的對文化局來講真的不好 不相信的話文化局仔細去找找 因為旁邊還有幾棟早期應該是作為教室或是作為宿舍使用的一個空間 在那邊真的會有 那我當然會知道說你需要有所謂的一個規劃在利用上面 也有這方面的考量 但是你如果以這個地方除了展示跟所謂做一些那個 因為它兩個空間來講其實都不是那麼大 現代的影棚來講其實都需要一個非常 如果我們講說你爛在使用那個數位都非常的大 你在北投這個區塊真的也不夠 那如果是要不如是這樣子的話 就必須要去思考如何在這個地方把文化的產價值留下來 以在電影裡面擁有多少東西可以做 然後不要每次哪個東西保留下來變成賣咖啡的一個地方 我想文化局在這邊大概也跟人家講了很多次 那個可能對地方來講也不太好 所以我還是請委員再次的一個思考一下 這兩個棚因為它的內部我想說一個有敵罪式軌道 我不曉得委員你多少到現場去看 那兩個貓道其實都還算完整 我也是可以跟各位委員報告 那個貓道我們看是唯一顯 我剛剛自己不太敢爬上去 但是我知道其實還是有很多人這樣上去過 其實那個狀況來講 我們可能保留那個貓道不見得要讓人家上去 但是那個會讓我們看到整個製片場的一個 非常清楚的一個脈絡的歷史 然後我在這邊跟文化局也講 今天來講當然我會覺得電影的在利用 是這個場所裡面最重要的精神 可是我這邊所受到的壓力是包括所謂的貓道安團體 跟我講說那個銀委會如果不要 他們很想要來爭取 那我現在反而要問說電影產業 覺得這塊可不可行 如果電影產業真的沒有要 紀錄片現在很想要 如果說你們也不願意給紀錄片 後面還有很多 我們都知道很多 台灣的藝術家需要所謂的閒置空間 他們也在啊啊代表當中 我們要不要去考慮 所以我還是去再次的給他建議一些 這個電影場所裡面 我希望電影的文化人不要把自己的根拋掉 就是電影文化裡面來講 我以做一個文化資產的這樣子的角色來看 我覺得他最適合的就是 回到電影的產業去做一個因素 抱歉 因為我們這個部分進入委員討論的時候 還是尊重委員的這個討論的過程 很抱歉 那跟主席報告 剛剛有那個陳情人要登記發言 那我們先讓陳情人的部分 那個如果確認的之後 就是可以確認之後 我們會給他一個理由 就是那個一般人而已 我們在後面會給他一個理由 那這個理由是不是可以面向 其實我們今天主要是在確認 我們整個調查過後的場域 那剛才講到 我再講一次就是說 後面其實有很多的計畫 包括老數 我們也有在做調查 那包括其他的再利用的規劃 或是要不要OT 或是要不要給哪一個團體去利用 那個是另外的案子 那今天還是要回到整體的確認 包括這個理由的 是不是可以給他 那如果這個可以給他 那後面的案子 才可以繼續下去 他不是要做前面的一些方案 那整個前面也是依據主席的才識 跟相關府裡面的整體來講 去做的一個調查的範本 來跟委員報告 說其實我們找到的部分 是這個樣子 是覺得現在A棚跟錄音室的部分 是比原先我們想像的C棚 做規劃起來是更容易 而且更有價值 我們要做這個確認 所以才最後把理由提出來 好 我們補充一句話 我們做電影的人號 抱歉 我們先讓陳希仁發言三分鐘 主席 文化學 大家好 那個我自己本身是北投的 北投那邊之前的參選人 然後本身也是 算是也有拍片 我們做行銷的 然後做各式各樣的宣傳 那今天來這邊來看 就是說希望在這次的文資保存的 審議會上面來講 他能夠回歸文資保存的精神 那我看剛剛 所以在一個在地人的角度來講 我看到所謂對在地的這個文化保存 我覺得剛剛聽起來 其實這個方案不太好 因為我們會認為 沒有所謂的就是沒有文資價值的事情 只有文資價值的大小的問題 所以他應該都是有文資價值的 只是他是大 大到有足夠你願意花多少錢 的資源去保存 那我本身來講的話 我認為聽起來應該是 全部保存是最好 SE棚他都可以有在地人的價值 因為其實以我們自己在拍片來講的話 我們現在旗下網紅 紅的非常非常多 宣傳力非常強的 但是我們用多大的棚來拍 其實只有大概 那個空間就是用 用到的 但為什麼那個 支項項的空間 對我們卻找不到 我們還要自己在外面找 我們很多朋友現在拍電影的 他們是在各地取景 全台灣一定是各地取景 那空派的話 我們現在用背後 用數位的方式 在這邊去做 去做那個 等於說等於批上去的一些 數位方式 那麼CG的方式嘛 那 C跟A來講的話 他其實他包含的 就是說他可以變成數位 裡面他可以保存在利用的方式 對不對 他絕對可以變成數位棚 這絕對沒有問題 那數位棚呢 為什麼他沒有利用的好 是因為他有沒有開放給我們 這些小型業者 能夠大家這樣方便的使用 包括學生 包括我們現在合作的 就是實踐的學生 那 今天 一件事情 老的東西 文字 文化內涵 他是隨時間而累積 時間累積越久 大家靜坐越多 甚至 進去在裡面工作越多 他就會 這 文字的價值就會越來提升 可是 一旦舊的東西拆了 就不會再有 累積的東西就不會再有 而新的東西 在哪邊都可以蓋 所以 AC棚 他其實這些東西 只要在他可以 可行的 保存在利用的價值下來講 C棚應該要 要以在利用的方式 去做保存 但保存的剛剛在利用的方式 說真的 以我 作為一個市民 還有一個長期 做商場啊 然後做這些文化界的交流來看的話 剛剛講的 什麼賣什麼 呃弄成小店面啊 然後在那邊弄咖啡廳啊 然後在賣他的那個回憶啊 這些想法對不對 都太沒有想像力了 也對於他能夠持續在進駐在利用的這個東西 都不好 就像他講的 他應該要回歸 他的文化價值 以及他原本使用的這個場域的空間 持續的以這個空間方式來利用 也就是他持續讓人家可以拍攝 持續可以去使用 讓 但是讓誰 讓我們整個台灣的影視界 包括現在喔 沒有影視界不是只有電影喔 這種小短片 網路小短片的 學生小短片的 他們可以盡量的使用 那他當然需要 這個空間需要保存下來 在一個記憶 保存那個文字價值 他才會持續在一起 所以我希望文字委員 今天能夠好好去瞭解到 剛剛那個想法 是不是太狹窄了 是不是跟現在很多的方式 太雷同了 我們以一個業者跟軍業 那在地的想法來講 A-C-孔都可以保存 而A-C-孔的保存方式 剛剛的那個方案 其實可以來更解號 以上 謝謝 謝謝 委員有意見嗎 剛才的 那個剛才的發言 有一點關係 我一直想喔 這個製品上 有一種全部生產線 就是工廠一樣 不只是 不只是就是 一個大公價 那個 那個 那個部分就最重要 我想這個 代邊重 建築的價值而已 而且一個文化資產的話 應該 其他建築物 或者其他空間 那個 需要監到 還是要跟主席還有委員報告一下 其實這裡面有很多的檢討方案 剛才有陳情人 或是相關的人士提出來的 其實有在裡面做檢討 我要講的檢討就是 不是他的 譬如說 A-C-孔的在利用 他是把可能方案都提出來 譬如電影放映展示空間 或上映空間 將來都有可能 但是 他的在利用規劃裡面 會做西部計畫 所以他不是現在 就把所有的定論 掐死在裡面 包括傳統的攝影棚 也可以維持 他是就新的棚建起來 跟這個攝影棚之間的關係 做考量 所以在那個 細部的規劃裡面 會做下一階段的分析 今天沒有辦法 把所有的都講完 所以不是 剛才所謂的紀錄片工作者 或是一般的 他有電影需求的學生 甚至電影教室都可以在裡面 但是不是 把所有東西 就現在的空間來講 那新的也沒有機會放 所以他是整體的規劃 一起去考量 那在兩個棚之間 我們還是決定就是說 他的保存方式 包括我們剛剛講 3D這個測繪的部分 將來都會用影音的部分 甚至把拆掉的A棚 都做一個重新的影音的保存 但是在如果說 花很多錢去做一個保存 當然 委員可以去推翻說 我一定要 甚至附件 我們也沒有話講 但是 這是不是一個 最好的再利用方案 也提供委員參考 因為整個成本 我們其實政府要考慮的 當然文資 這一次在裡面 我想用不同的保存方式 去解釋怎麼保存 已經達到上次主席 給我們的一個交代 所以我們去確認他用什麼方式 也留下最有機會的方式 那如果要翻案 翻案的話 那好像跟上次的決議是兩回事 那重新要檢討全區嗎 對 所以我們就我們的專業去規劃一個 是我們認為最有價值 比如中軸線上最老的兩間 跟他的一個影像的3D保存 還有他的將來可以調到的相關資料 保存在哪一間 跟主席跟委員做報告 而不是要去做翻案 我們說一下 剛才我們講到 我比較在乎到一件事情 因為我跟紅島都只有被諮詢過一次 可是我聽到前副講的 應該似乎有開了好幾次會 那我在講一件事情 我就是 我最在乎的一件事情 我想中局長他參加過凡美橫水庫 今天變得都一點沒生活 有點意外 就是說 我現在要講一件事情 是說為什麼都沒有通知我們去反應任何意見 這個不是公平參與 也就是說 你既然要把我們兩個 兩個認為說好要怎麼規劃 我只問你一件事情 那些教師你們有沒有做一些規劃 或許他不見得要指定文化之戰 可是他對在意用 他對所謂的影視產業的一個學生 跟所謂的藝術大學之間的關係 跟幾個學校之間的關係 他可以做很好的交流 可是我覺得我看不到這塊 所謂的沒有文資價值 是雖然沒有做文資指定 不代表他沒有價值 他也可以做就地保存的在利用 如果全區在利用也不就在談這個事情 如何替師傅減少開銷 做最大的效益 不就是我們在做所謂公務員 他所做必須要做 所以我還是揭了一件事情 因為為什麼 我們為什麼在文資團體 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證明 你們只把我們找去一次 可是終於開了幾次 我們完全不知道 謝謝 我想那個 各方的意見 其實都有經過很多者收集 包括蕭老師的意見 也有收集 不只你開會嗎 包括你發言 包括在FP上都了解 那我想跟委員講的是 其實這是一個順局 上次提到的一個模式就是 老師其實沒有要全區留啊 所以才叫我們做規劃方案 把歷史空間跟脈絡調查清楚以後 留整個最需要的部分嘛 那不能留的部分 剛剛也有委員講了 用什麼樣的保存方式去做一個規劃 我想這是一個當初的定案 然後我們再來檢討 對 那我們現在是確認空間跟確認保存的方式 那當然如果要回到方案 方案的話 我想看主席跟委員的意見是怎麼樣 那文化局的部分當然就遵照整個發展 但是文化局也是一個專業的去做規劃跟調查 那相關的部分 如果不能達到部分人的意見 就叫做沒有參與 就叫做不滿意 我想文化局不能接受 很抱歉 我們請政政委員 那委員會的制度 他就是尊重多數 而不是極端的個人表達 或者是說只有我代表全民 動輒攻擊誰 我覺得這個都不是好的選擇 我們一直坐在這個地方 一直講這些事情 就是說委員會有它的遊戲規則 我一直到現在都一直想堅守 我剛剛跟文化局探討的 也是它的內部遊戲規則 你們應該都會看得出來 所以我剛剛講就是說 如果大家都能夠秉持這樣子 那最後還是得回歸委員會的這樣討論機制 不是說沒有聽我們發言 那委員會就是豬狗不入 那不行的吧 我想這是民主的一個成語 這是為什麼我們說 這個從我們開始 他就全程錄影 那如果還有不足 你們的網上都還可以看得到 我想這是一個基本遊戲規則 我想這個大家都心領神會 各位的出席我們都很感佩 但是公開討論 你還要回歸到討論的結論的七次 我還再次強調 不是說不聽個人的意見 他就是不對 我想這個一定要非常非常確認 要不然的話 就整個委員會審查不下去 我們還是回歸委員的討論 你的這個提案 你應該都表達過了嗎 我再進去 蛤 我再進去 蛤 我再進去 蛤 對不起在發言前 剛剛對面貼這個不雅字眼的這個 請問是哪一位 這個實在是不方不移這樣子 因為如果說有訴求 你貼告示無所謂 但是不應該是貼出這種字眼 麻煩請拿下來 好 好 我要這個程序講 好 我也就是跟各位委員來報告 就是說 其實我們在去年的時候 針對這個案子 我們一直是就這個開發的可行性評估 然後我們做一些探討之外 其實我們也秉持伺服的一個精神 說文字先行 那麼我們也 我們也了解到 我們先前的工作 還沒有經過比較嚴謹的這個 文字的調查 所以因此呢 我們在去年才會重新啟動 做請專業的建築師 來做更嚴謹的這個調查 尤其是 我們了解到這個地方 有非常重要的 軍教歷史的開設過程 但是呢 我們所看到的資料 並沒有非常嚴謹的這個調查 所以因此呢 我們才會啟動這樣一個程序 那麼這個程序 起動之後呢 我們還是提到 這個文字委員會裡面 就我們所提送出來的 這些調查研究報告 還有建議的來請各位來 來做一個討論跟建議 以上 所以我剛剛已經跟這個 委員會來做報告 已經建議 就是說 因為剛才幾位委員 尤其是新委員 跟這個薛委員的這個發言 如果說能夠條列式的整理 對後續的這些原則都非常清楚 把它納入上一次審查結論的這個補充的部分 再加上今天這份報告 我想就是說 後續就應該可以再往前去推動 為什麼 有什麼程序要講 我想講針對一下程序問題 就是說 如果說我們當時認定是全區 全區保留 那這個全區討論 為什麼都沒有招我們去做任何的討論 我們在諸次的一個會議 只要談論到全區 因為今天來是已經被定案 也就是說我們沒辦法 我們沒辦法在 我不反對市府有所謂會見會 可是 針對這樣子的案子 如果是會見會 是不是應該讓我們充分的一個論述說 為什麼是全區的這樣子的論述 因為今天來是一個定案 就是我只能針對這個案子去做討論 我想 這個不是一個文字會議裡面去做的一個精神 我只針對這件事情去談 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說 我還是跟市長講說市長有沒有拜託一件事情 就是說 因為我到現在還沒有收到公民 我一直感覺到市府的SOP裡面 在禮拜五把這個信寄出來 因為紅島是禮拜五 看到的信是禮拜五寄 又是兩天休假 禮拜一不信 他本上收到 到現在還沒有收到 那我會覺得市府的SOP 對我們這個團體 對公民不友善 所以我能不能要求說 我們在兩個星期之前 先做到這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是一個開放參與的 一個最主要的機種 民間需要請假 需要請假 花錢請假代課 我想這個我想拜託一下市府 謝謝 這樣就是說 我們上一次的審議結論都有公告 就是還是照這個上一次審議的結論 今天既然提了兩者把它合併為一 這不影響到大家希望能夠參與的精神 這也是我一剛開始提到的 就是說這個案子 今天它是要去翻案 還是要 那文字委員會的遊戲規則 它必須要能夠堅持 這也是我們今天造成現在有 大家有這樣討論的這樣的一個狀況 我想這個是我們自己在委員會審查的這個機制 所以我們會再來做這些方面的一個確認跟談 那講到這個開會的通知 我想可以這個 照大家的這個建議去做好不好 好了不要再報告了啦 你又不是今天來吵架了 我已經處理了還怎麼樣呢 你今天我剛才已經講了就是說 如果一定要聽你的才叫做民主的話 那我們要 我們要 是嗎 是嗎 我剛才已經都公開這叫做一個 一個 不公平的地方 我稍微講一下 就是最大當中 就是甚至痛苦其他的 是我的員工 他很久前就知道 我們到 我已經 我已經要求我們 不了單位了好不好 所以這個 謝謝 這個算是受贏的 今天應該是 是嗎 是嗎 那第二個我想 就這個今天裡面的附帶決議 那個種類 是不是 文化治安保障法是一系列 把它改成產業設施 它是一個產業設施 不是公共建設 謝謝 好 好 那如果這樣情形 我們還是照剛才的這樣的一個決議 那這個部分如果大家不反對 我們就補個通過 好 好 那我進行下一個案子 今天議案結束了 好 有沒有臨時公議的 好 我現在給你發言 來 你再發言 我想說 如果是真的事先兩個星期先這樣 我們知道 那我們覺得這個會不會就好 謝謝 好 我想這個部分我們還是 以後在這些方面 要的飲食這樣開放 就大家都能夠參與的這樣一個進步 好 謝謝大家 我們今天會就開到這個地方好不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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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